Hello,大家好,我是李医生,欢迎收看我的尝试医学 今天我要谈的是心脏血管系统 在我开始谈课之前,我要表明一下我的免责声明 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心脏血管系统 如果人体是透明的 我们就像这个正式图一样看到我们的左肺、右肺 还有左肺、右肺之间的心脏 心脏的位置就处于胸口偏左的部位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的心脏血管系统就当然包括我们的心脏 还有我们的血管 血管就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动脉,一种叫做静脉 心脏的主要功能就是用压力将血液奔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动脉跟静脉的不同,就是动脉就是这个红色的血管 静脉就是这个蓝色的血管 动脉的功能就是将血液输送远离心脏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动脉反回心脏 动脉跟静脉的另外一个不同 就是动脉里面的血液是靠着心脏的崩压而移动 而静脉里面的血液是靠着肌肉的收缩 的紧缩 的移动而移动的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新疆的 结构 这就是新疆的正式图 我们看到了 右边新疆的新疆房 就是这个结构 还有 右边新疆的 新疆式 叫做右心式 右心房跟右心式的 主要功能就是将 静脉输送返回 新疆低氧气的血液 输送到肺 去接受氧气 同时也将 二氧化碳排除 这个图片 是新疆的后视图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左心疆的左心房 还有左心疆的 左心式 左心房跟左心式的 主要功能就是将 背 返回 新疆的高氧气的血液 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 这个图片 我们看到了 新疆的 右边还有新疆的左边 这个是右心式 这个是左心式 这个是左心式 我们看到了 右心脏有两个心脏板膜 同样的左心脏也有两个心脏板膜 这个板膜就像门一样 它们就像一道单向门 单向法 它是避免血液 在心脏式 收缩或者放松的过程中 倒流 这个图片 左边是正式图 后面呢 就是 心脏的 左边 我们看到了 右边的心脏 还有左边的心脏 都有自己的血管 叫做 冠状 动脉 同样的 它们也有自己的 静脉 叫做冠状 静脉 总之 这个就是我们心脏 跟肺的主要功能 低氧气的静脉 低氧气的血液 在静脉被输送到我们的右心房 右心房就将血输送到右心室 右心室就将血液送到的肺 去接受氧气 同时将二氧化碳排除 左心房就接受 从肺返回的高氧气的血液 就将它输送到左心室 左心室就将这个高氧气的血液 在这个动脉里输送到人体的 所有的器官的细胞 这个循环是不断的进行 一天24个小时 每年365天 不停的运作 然后我们的心脏板膜呢 就在那个心脏里面 确保那个心脏里面的血液 是永远是向前走动的 而不会返流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请点赞和分享 祝大家生存平安健康快乐